在美国待了47年 我们还决定要回来 我们养生就很好 我的感觉就像家人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喜欢他到很老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病痛去麻烦他们 对我自己来讲我也超过65岁了 有一天真的退休了 我也想要去找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Kenny回台第三站来到桃园长根养生村 长根养生村占地34公顷 相当于34个足球场塔的面积 有舒适的居住环境 有生态丰富的自然园区 据说这里还是侨胞返台养老的最佳首选 现在我们透过镜头 一起来参观台湾指标性的养生住宅 当老年人退休了以后 到底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哪个地方最适合你做退休养老的 那今天有机会到了我们这个 长根的养生村 我们就来大家仔细地参观一下 我们的养生村 为什么让那么多老人来 老人家来了以后舍不得回去了 那整区中了10万棵树 所以有很多华侨他们其实在选择 入住养生村的时候 为什么在首选会是养生村 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绿地 腹地最大 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感觉 会跟在美国会有一点点的相同 我们这边其实住在这边 最希望长辈就是 我们透过整个一个健康的活动 学习活动的安排 所以让他们在那边可以活得好 老的慢 病的轻 那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到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生活空间 这边就是我们的餐厅 那我们平常这边的话 就是也有贩卖水果的服务 然后礼拜四的话固定会有小农事集 那因为我们也鼓励说 有一些长辈 其实你这个三餐怎么吃 大概也是会吃你 所以我们在每个礼拜会有三次 都有去往我们家乐府的购物专程 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整个社区里面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不希望他们在这边 就是跟与世隔绝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很重要就是我们把 像我们把超商也引进进来 那其实Seven这边来讲 他当时是大概从一开幕的时候 他就陪着我们 所以我们都在开玩笑说 他陪着我们也大概陪了十几年 陪伴我们十八年 然后亏损大概十五年 其实对老人家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这边 会有点像是 我可以来这边买买东西 然后我在这边可以采购我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也可以缴我自己所平常的一些费用 他会觉得跟社区是有所连结的 所以其实这边的Seven是很受欢迎的 这个会让他们觉得说 我是在社区里面生活 好 好 来 好 我们养生文化村的居住房情 大概分成一房一厅跟一房两厅 那现在这边所看到的是一房一厅 我们这里在整个台湾来讲 会最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我们把客厅的居室空间独立出来 像很多人一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可能就是床跟你的沙发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是完全没有区隔性的 这里我们就是把客厅很完整的独立出来 所以他这边也可以放他自己的书桌进行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会有一个 虽然麻雀虽小 无造计权 对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电磁路 这边很多人会很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水槽这么浅 其实这个水槽设计是有它的一个特殊道理 是因为如果万一长辈它需要用到轮椅的时候 其实它这边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移进来 所以这跟一般的水槽的设计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都是特制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暗水的部分 也考量到长辈的一个高度 所以从这边 而不用这样弯下腰来 不然这样对它来讲都非常的辛苦 那这边的话是属于我们整个房型 一房一厅大概是46平方米 这个其实都可以一个人住 或两个人住都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的每一户都会有独立的一个阳台 好 谢谢 是 98歲喔 98歲的對幾歲的 我都90歲了 也90歲了 這是他們每天一定要的活動 所以他們就會興趣相投的 這個對他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你住多久了 啊 住了14年啊 喔 住了14年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有分階段 就是上午的話就是到12點 晚上的話譬如說他們都會最長的 就是會有一些唱歌的一些課程 然後一些社團的活動 就會逛紅來這邊 不然他們晚上有時候也太無聊 然後有時候睡不好 我本來是高雄 我因為孩子 我有了孫子來 在桃園買房子 幫忙照顧他 然後這種 這種時間 這種時間 差不多長達六七年 我的 女兒跟我的媳婦 我的 孩子都在竹北 喔 竹北跟桃園 對 將來萬一有什麼事情 處理起來 距離也很近 是 是 那個還有五十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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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2007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退休 正要到台灣來探親 人家就介紹我們這個地方 後來我先生就說 那我們去四周一個禮拜好不好 我想要這種老人一樣 我也去四周 我很不願意 可是當我一來之後 我一看到這裡 我就好喜歡 我就跟他說 我們三個禮拜就都住在這裡好不好 我不要去別的地方 我們在美國定居了四十七年 嗯 在這四十七年呢 我們也生了小孩 小孩也長大 我們有六個孫子孫女 過得很好 嗯 那時候我們就在到處去 因為我們很喜歡我們的孩子 嗯 我們不喜歡他到很老的時候 我們很多病痛 去麻煩他們 嗯 我們是很前進的父母 我們要自己照顧我們自己 我們退休之後 嗯 到我們去跟上帝見面 大概還有十年二十年 嗯 在之間我們必須要有點精神生活 所以呢 在這裡有很多的課程你可以學習 對 一個人學習就是年輕 然後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對 像每天很忙 一個人一忙就年輕 當初設養春春 他是希望整個醫療資源 能夠用在整個需要照顧的人 嗯 那這些需要長期照顧的人 或是要希望療養的人 他就到安養機構或養春春 這方面來做這方面的照顧 這個二十四小堂子都要人家照顧 嗯 很悲情 對 我們講的就是三等公民 對 等吃飯等睡覺等著上天堂 對 他覺得這些臥床睡夜很可惜 他認為設養春春的積極意義 這個健康好人的照顧的村子 嗯 比設護理之家 二十四小時照顧的更有意義 我們大家一直在努力的就是 縮短他的臥床歲月 能夠讓他的健康歲月 健康生活長一點 然後 然後他的臥床短一點 對 這種東西現在的政府有沒有給付 還是都是東西也是要靠自己的 台灣現在三十三百九十八萬 六十五歲的人 嗯 大概 有八十萬到九十萬 需要人家照顧 對 這八十萬九十萬的照顧 那基本上 他可能 就是需要 我們政府講的長照二點零 就是長照二點零就是屬於 政府有一個 ABC這個單位 對 他利用一個長照單位 然後醫療驗所 跟個案管理 他就是組織一個很小很小的團體 然後去做這方面的照顧 用北部的行情來說 一個人住的大概一個月要七萬八萬 七萬八萬 對 好這七萬八萬裡面包括了 護士的費用還是 護士的費用 護士的費用 照顧的費用 住 居住的費用 伙食的費用 這全部都含在裡面 那也就是換算成美金要兩千多塊 差不多 就可以 兩千五到三千 兩千五 對 這個費用真的是 如果在美國的話 是絕對不可能的 台灣現在 不管我們常開養生村 這個健康老人居住的 或是護理支架給付的 那政府目前 都是由個人給付 OK 或是由保險公司給付 或是由商業保險公司給付 就是自己買商業保險 或是買醫療保險給付 在醫療的照顧 可能他有生病 醫療或是照顧需求 他還是可以用健保 OK 有透過我們的 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 來cover 他們的生命也是無價的 對 生命也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我們養生村很好 什麼讓我們大家很安心 就是 我的感覺就像家人那種感覺 台灣有很多的長者 也慢慢的決定 要搬回到台灣來 那我也 對我自己來講 我也超過65歲了 當然我現在 還在職場上面 還在繼續打拼 有一天 真的退休了 我也想要去找一個 這樣子的地方 可是呢 有一樣東西 我馬上我可以做的 我們企業家 付錢 然後打這些的 課程 然後給我們美國的長者 讓他們能夠享受 這樣子的照顧 在這地方 真的已經發揮了 我們也很希望說 我們能夠 企業界 能夠發揮一點力量 把這個東西 能夠帶到我們僑居地 那真的也在這邊 祝福你們 那相信 這個 今天這個錄影帶 然後做完了以後 你們在美國的子女 都會看到說 爸爸媽媽媽 你們好上相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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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大家拍張 好 辛苦了大半輩子 人生的下半場 怎麼活得更燦爛 更有尊嚴 我們是不是應該 現在就開始規劃呢